哈喽,大家好 我是Steven 中国大叔在越南 朋友们好久不见 前两周回去了大陆看看父母 探探亲 顺便看一下大陆的实际经济情况 因为缺业实施网上说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到处都有 这次我看了一下缺业实施 失业的人蛮多 工作的机会也比较难找一点 然后现在我看一下工作条件的缺业实施大不如以前了 现在的话我就说如果是 能有更好的机会的话就留在越南 然后前两天呢刚回越南 但是我看到呢回越南之后啊 感觉还是这边更舒服一些 风景呢 总体来讲应该是大陆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大嘛 但是玩呢还有生活呢还是觉得越南更舒服一些 因为比较自由啊 在这边也没有压力 那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啊 一直以来有很多朋友问呢 还有我们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党 或者那样的单位资助 这里呢我今天刚好抽个时间呢 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啊 无论呢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啊 还是啊 我说的网上的各种各样的网友啊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首先呢 那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从来都是个人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任何人的资助 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机构啊 而且我们在这边呢也是真真实实的做教育 帮助更多愿意学中文的人 学习中文 然后呢愿意去留学的人呢 帮他们申请了解台湾 然后呢帮他们首先了解台湾 然后呢有愿意去的 告诉他们留学的信息资讯 以及办理留学的程序 那我们在这边呢只是介绍而已 那就有很多人呢 还说我们这样那样 有的是说我们团体资助的 有的说说我们是台独 还有的人说我们是 哎 武统台湾 那至于讲我们台独那些啊 我就不用搭理他们了 我一看100%呢都是那些小粉红了 或者是说底层的那些韭菜 虽然我自己本身呢也是韭菜 但是这是以前吧 那我出来之后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后呢 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呢 就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说以前的时候啊 您说我是武统台湾的 那我无话可讲 我也承认哦 因为我刚从大陆来到越南的时候是2019年 那当时我又看到在这边 越南的一些相关的防疫政策 还处处感觉就像针对我们大陆人一样 比较同样都是中国人 哎 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那台湾人可以很容易的 拿中华民国护照的 很容易申请到签证 而我们呢 要花300美金 400美金 比平时高10倍的价钱 甚至20倍的价钱 来申请这个旅游签证 一直到后来 甚至1000美金 都申请不下来 我当时确实是很气愤啊 我有影片呢 原来有做过 有讲过 我还因此呢 和一个 和台湾的朋友呢 有过争执 现场的面对面的 现在想想觉得很可笑 我当时呢是刚出国 很多思想呢 观念还没有和世界接骨 还不了解这些世界的情况 但是现在在越南 生活一段时间 慢慢我确实是 对这些事物呢 有新的认知 包括当时呢 我又看到他们说 这个越南呢 对我们政策很不好 还有呢 还有很多 也是骂台湾的也有啊 各种各种各样的 负面资讯都有 包括当时呢 在这里讲实话 十日九十 我也是当时的 小粉红之一啊 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 这种行为呢 是怎么样的性质 而且当时我还确实 我说如果是大家 国家真的是统一台湾呢 我也拿出一万美金来 报效国家 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原来受教育就是 国家新亡匹夫有责 现在到国外生活 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忽然想明白了 那我自己一个人呢 在国内也从来没有 享受过任何医疗保险 但是钱呢 他们照跟我家人收 一样的交 那我就在想我说 很多情况是 我只要做好 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不给国家 拖后腿就好了 然后 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原来再想想 原来的想法 是真的很幼稚 国家改革开放的 那我们的这个红帝啊 我们也没有跟上 那 只是说 国家将来呢 如果是真的陷入战争 那我们也不会 去上战场 更不会让自己的子女上战场 那我说的这个呢 就是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他们所说的 统一台湾的战争 那很多朋友说 哎呀 那我有看到很多朋友说 哎 中国大叔是支持武统台湾的 以前那些风言风语啊 我不值得反驳他们 但是这一条呢 我今天专门的一定要拿出来 跟大家解释一下 啊 Steven从2021年11月 做第一条视频到现在 从来没有一条上 说支持武统的 或者是 哦 要做间谍的 那还有 更夸张的是什么 哎 那有一个网友说 啊 中国大叔是支持武统台湾的 哎不要来台湾了 我说您这样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啊 我从开始接触YouTube到现在 从来没有做过一条视频呢 是说要武统台湾 而且我们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士 好 反对战争了 无论是任何形式的战争 我们都反对 那除了这种为国战争啊 那这里呢 别的那些 至于呢 想我们这样那样的受 说我们台独的 或者是 说我们 哦 怎么样的 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 不知道我反驳他 好 所以很感谢这位朋友啊 那你的评论呢 很成功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那我在这里 只是想 很清楚的表达一下我们的观点 那我们虽然是 大陆 人士 但是呢生活在越南 那我们也算越南华侨 那第一呢 我们只想过简单 嗯 平淡 这样的生活 不想 卷入任何冲突 那我们更是反对 打仗 无论他是解放也好 或者是武统也好 或者是你们所讲的侵略也好 等等 我都是通通的反对 因为我觉得人呢 作为 很简单的人 平平淡淡 过完一生都很难 一路上你都可能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灾难 意外 这种呢 有可能是不可抗力的 不可预知的 就这样人 短短 走完一生都很难了 更何况还有这些 未来很多不可预知的事情呢 就像比如战争 这种人为的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战争 最后 最后吃苦 受罪的 都是百姓 无论是大陆的百姓 还是对岸的百姓 那我现在真的很清楚 很清晰 很明确的 那在这里表明我的观点 无论将来怎么样 我们都是坚决反对战争的 我们是真实的和平拥护者 无论您是生活在大陆 还是台湾 或者是香港 或者是世界任何地方的华人 我们都希望大家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幸福的度完自己 简简单单的一生 不希望大家 在有生之年 有看到骨肉香肠 或者是 残酷的战争冲突 造成两岸生灵涂炭 无论是任何一种状况 真的我们都是非常痛心的 也是真实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生活在越南 但是 我们还有一颗 非常真挚的 向往和平的心 我觉得 向往和平 不关乎你是哪个国家 或者哪个民族 那我们是生活在越南 我们也是真的真心 向往和平 反对战争 好了朋友们 那 针对以上的言论呢 Steven今天 就做一下明确的声明 好了朋友们 Steven在越南首都河内 祝大家生活愉快 健康快乐 好了拜拜 拜拜